车被偷了 昨天看到有个老哥说 车子开不了是因为没装电池 于是我今天上线准备去搜个电瓶 万万没想到 才一夜的时间车就被偷了 好家伙 勤劳之父你也不能治我的父啊 好在我留了后手 把摩托车藏在了另一个地方 不然两台车子都 都没了 可以 辛辛苦苦大半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想开了 与其垂头丧气 不如生活继续 其实换位思考下 我也就失去两台车而已 但是老六却得到了快乐和幸福 这就够了 你在干嘛 拉屎 合理拉屎 这没素质 一直往下走 我们发现了一个村子 不出意外 这里也被僵尸占领了 我拿着弓箭 悄悄地清理外侧的僵尸 尾瘦子清理路障 随后他进入商店开了一墙 开样子是想把村里的僵尸都聚到一起 这个做法很危险 我得赶紧躲进去 果然 听到枪声 对僵尸跟疯了一样 全都围了过来 还好他们智商不高 不会爬窗户 不然看这架势 我们不死也要出什么匹呀 来来来 都排好队啊 我要开始了 有热武器就是不一样 普通的僵尸 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就在我收集食物和水的时候 瘦子有了新发现 叫我过去 我这一看 好家伙 一台摩托车 心中的希望之火 再次点 可以看到这台车子 只差一个前轮 但我们在村里并没有收到 为了不冒风险 我提议直接去商店买轮子 瘦子也表示赞成 但是我看了看卡里的余额 负二百五 根本没有钱 于是我们就把目光 定在了离商店最近的地宝 一趟地宝的收入 买个轮子肯定是够了 卧槽 半哥有狼啊 不活啊 我看看 从挡材 狼挡路 今儿就都给我来果付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采用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多吃点啊 瘦子 一会儿好上路 来 干杯 Cheers 怪事年人有 今年特别多 这狼还和僵尸干起来了 猛啊 狼崽子 哎 哎 哎 什么情况 碰完狼又碰到了个熊 我去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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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还想跑 哪里走 严重受伤 肯定是活不长了 有网友说看到熊之后 正在不动 熊就不会攻击你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下次可以试一试 我靠 这怎么给完成荒野的召唤了呀 一个字 很好 又是一只熊 没事啊 这次听网友的 做个实验 只要站着不动 熊就发现不了你 好像是真的啊 兄弟们 这熊还这么 哎呦 哎呦 我大 哎呦 这年轻人 好家伙 就一下给我干成了二级残废 还好我走一走 千辛万苦终于是到地堡了 今天是闹着 下期继续